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带有皇室前印的画作如今早已流散全球各地 人们习惯了复制 习惯了临摹 习惯了参照 习惯了在这些画作的价格表上增加一个又一个零 画作的内容来自三百年前自尽城里的生活 作者却是一位自称陈郎士宁的意大利人 他是中国皇帝的三品大臣 是服务于康熙 雍正 乾隆三朝五十一年的宫廷画师 也是用西方元素构建了中国标志建筑圆明园的外国设计师 今天的我们将他视为那个时代显为人知的见证者 和无法忽视的文化交流使者 郎士宁怎么走进了中国的历史 曾经独树于宫廷的藏品 从什么时候开始活跃于大众的视野 是什么影响着郎士宁作品的价值 我们又是否还能找到郎士宁的遗迹 这儿是郎士宁的出生地 曾经达芬奇们的米兰 如今路易威登们的米兰 无论是曾经还是如今 艺术都是这座城市的关键词 郎士宁的艺术迅逛正是在此获得的吗 波罗尼亚大学的马可·马西罗教授 曾是瑞士阿斯科纳跨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他专注于研究18世纪 在中国的欧洲艺术家的绘画语言 其中的重要人物就是郎士宁 Castiglione或是Castiglioni 是一名很重要的名字 Castiglione可能已经有五岁到六岁的年代 像是以前的用战 所以他在一名的墓园中心的名字 Castiglione的墓园中心的墓园中心的 Castiglione的墓园中心的墓园中心的 是一名的墓园中心的 像马可马西罗这样了解 朗士宁的意大利人并不多 曾经显和一时的加斯底里奥内家族 已经被这座城市的历史埋没 而从小就因绘画记忆出众 受到重视的朱塞佩加斯底里奥内 也随着朗士宁这个中文名字的取代 被他的家乡淡忘 没有任何真迹留存米兰 如果不是十九岁式的那次告别 所有的结果会不会完全不同 公元一七零七年 十九岁的朗士宁最后一次 瞻仰了米兰大教堂 在他心中 有一个人的地位 是任何艺术家都不能相比的 这个人就是耶稣 这一年 朗士宁终于达成心愿 加入了修会 他将前往热纳亚完成入会仪式 从此离开米兰 今天的热纳亚 仍然保持着海洋霸主特有的港口气息 作为地中海沿岸的重要城市 它是地理大发现的先行者 哥伦布的故乡 也是朗士宁时期 连接欧洲与东方的必要通道 三百年前 当朗士宁从这里上岸时 不仅意味着他将成为一名耶稣会士 也真正开始了他去往东方的准备 一万公里之外 中国的康熙皇帝 正在召集擅长绘画的西洋人 而朗士宁正是米兰耶稣会 最终选派的对象 接下来的七年 朗士宁必须先在热纳亚 学习做一个具备中国宫廷画师素质的 耶稣会修饰 沿着朗士宁的足迹 我们能在热纳亚 欧洲最后一个有可能 留下朗士宁遗存的地方 寻找到他的印记吗 我们的探访 从热纳亚档案馆开始 有意思的是 今天的档案馆 正是朗士宁当年学习生活的 那座耶稣会初学院 这里是《广亚档案》 这是新的女人的一场景 这团图是新的图片 在我们的图片中所显示的 这些图片中发展的图片中的图片 加上这些图片中的图片中的图片 一般的图片中的图片中的图片 而是新的图片中的图片中的图片 最后的图片中的图片中的图片中的图片 今天所看到的希腊主题壁画 其实在朗士宁仰望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只是被教会主题的装饰涂抹覆盖了 修士的眼中只能有一种信仰 朗士宁的任务也仅限于描画与教会有关的内容 不幸的是 虽然朗士宁在初学院的期间有大量作品 却没有一幅保留下来 而根据马可马西罗教授的介绍 距离朗士宁生活的耶稣会初学院四公里的地方 有一所养老院 这里的八幅油画 却很有可能是朗士宁在三百年前画下的 如果这些油画真是出自朗士宁之手 它们可能是朗士宁留在欧洲的唯一作品 而在2013年5月 来自中国的买家就曾特意来热纳亚鉴定过这些画作 甚至希望以高价买段 相比于米兰 热纳亚更像是朗士宁这一生真正开始的地方 不过 他的未来并没有就此停住 直到二十八岁 朗士宁进了这堵墙 这堵他此后五十一年的人生都绕不开的墙 三百年后的我们将去探寻这位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 这位来自米兰的画师建筑师 这位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三品大臣 虽然我们连他的长相都不清楚 朗士宁一生给青王氏画了上百幅肖像 却没有一张字画像 如果说画如其人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想象他的相貌 作为一位意大利人 他大概也有着傲人的外貌和身形 就像他的画一样 层次分明而有立体感 听他说话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像在欣赏一出意大利歌剧 语调富有韵律 并负以生动但不夸张的肢体动作 他是个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 所以他应当个性甜胆 谦卑 充满亲和力 像画中的光线一样柔和 而作为在皇城侍奉了五十年的人 他的眼神中是不是还有些忧郁 至少也是这样中规中矩 没多少喜悦的表情 这位用毛笔和宣纸作画的外国人 拉费尔 中文名叫关世宁 因为喜欢中国文化 做了中国女婿 因为崇拜郎世宁 取名关世宁 每天几个小时的练字作画 是雷打不动的必修课 他想以此接近心目中的偶像 可能刚来比较像外国人的 可能他带在中国吃中国菜 可能带了越久 越像中国人 画他的脸 画一个友好一点的人 因为可以懂两个不同的文化的内容 也是比较热情一点 除了这个意外我都随便就是一个感觉 画出来 但是我也想到头发可能有点不一样 然后鼻子高一点 对于关世宁而言 相比于朗世宁的长相 他更关注这个同乡在中国的境遇和作品 我开始学国画的时候是在台湾 然后我去台湾国公博物馆 我看到朗世宁的作品 然后跟我有点缘 因为我喜欢他的作品 我也是意大利生的 反正我常常想他那个时代 在中国外国人不多 然后他好像是看他的作品 我觉得他一定是在中国受欢迎 然后他也蛮懂中国美术感 他也是把戏画的一些好处 加进去他的国画 所以我羡慕他 和偶像不同 关世宁并没有从事绘画方面的工作 而是在上海 一所国际学校的大学 担任升学顾问 关世宁可能不知道 与他的沟通能力相比 他的偶像虽然有名 但至少在四十岁以前 郎世宁很有可能不会说中文 甚至听不懂中文 有学者认为 如果是肩负传教使命的神父 可能必须学会用汉语交流 而像画师郎世宁这样 以专门技术服务的修饰 可能就没有掌握汉语的要求 事实上 他们的日常工作和任务 也不需要特别的与人沟通 除此之外 工作繁忙而无暇学习 也是语言能力始终没有进步的原因之一 一封教会信件透露 与郎世宁同时担任宫廷画师的 法国人王志成 进入清宫造办处十五年时 仍然不会说中文 而且也不怎么听得懂中文 而郎世宁也很有可能 是同样的情况 正是由于不懂中文的原因 郎世宁很多话的签名 可能是由他人代彼 或者就是照着别人 在另外纸上写好的字描画上去的 三百年来 每当人们想起他 脑海中浮现的画面 可能都是他在作画 不停地画 在故宫画 在圆明圆画 白天画 晚上画 画人 画马 画狗 画出征 画凯旋 画欢庆 画一切皇帝 想让他画的东西 但我们几书 但我们几乎找不到他的一句怨言 会长祝福般的爱 让我这个贫穷而渺小的儿子 可以站在他的脚印里 他记住了悲惨的我 并且在心中用建议给了我力量 用祝贺给了我信心 我这样一个贫穷而悲惨的人 对于这种青睐 觉得羞愧 我衷心祈求会长 一切顺利 郎世宁 郎世宁甚至不太爱说话 连给教会写信也非常有限 几年才会从北京发出一封 就算写信也很少提及自己的近况 而言辞中的恭敬和谦卑 让我们几乎触摸不到他的心闻 五十一年的时间 他到底过得怎么样 他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么架构的 2013年12月 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一次通过镜头 向外界展出了这幅郎世宁的真迹 名为八郡图 原件是画在捐本上的 八郡图描绘了塞外皇家牧场秀丽俊美的景象 在这个场景里 画家共描绘了八匹皮毛 动态 神情各异的马 以及两位专职养马的西关 在八郡里面我们看到的 人跟马匹的互动 人跟自然融合在一起 真的我们再仔细观察八郡 它的留白 它有云 很多的云烟 那是欣欣向荣的感觉 所以八郡确实是一张吉祥的画 作为中国绘画的传统题材 马也是郎世宁作品中出现最多的意象 虽说是奉旨作画 郎世宁对于画马记忆的掌握 已经让他有意无意地迎合了一带帝王 遨游八级开疆四方的野心 马匹是一个国力强盛的代表 八郡图确实是也显现出来 当时朝廷跟北方民族的一股和平共处 不过有趣的就是在百郡跟八郡里面 我们都发现了有画有寿 这个寿不是一般的寿 寿谷凌寻 清代宫廷绘画的风格 一向华丽悦目 郎世宁的寿马显然有诗皇家风法 郎世宁为什么要画寿马 是皇帝的指令 是如实描绘皇家马场的情景 还是为了调剂画面 或者另有隐情